字幕提供 話說最近做得比較忙 清閒時間去購物 買了一些東西,看到隔壁店有件好衣服 早前就凍了 唯一萬就賣到幾千,當然是想賣一下 本來是幾千元? 本來是一萬元 不知道是甚麼牌子 買了回來穿 為何穿了身體不舒服 感覺不太良好 打算買回來幾千人穿 甚麼不舒服?尺寸不適合? 尺寸不適合,很溫暖 但穿了身體,整個人好像重了幾十磅 整個肩膀和頸全都很痛 接著就看看有甚麼問題 感覺很麻煩 原來那個尺寫是甚麼呢? 原來這不是二手的 是賣身的 不是幾千元 原來他也是正貨 因為頸部的頸毛是狐狸毛 這樣便出現了 狐狸毛? 即是肩狐狸毛? 肩狐狸毛 90%狐狸毛 就被那隻貨狸 纏住 纏住 肩狐狸毛 沒有看 沒有的 如果是 我正常的肩膀 我一定不會穿 皮褲 皮褲 我一定不會穿 我們這些人 也會有點麻煩 因為那些是真 如果是真 如果是膠 就沒有問題 如果是真的,我們也會很麻煩 所以我不會穿這些衣服 但是買的時候 你沒有看 你以為都是假的 但是那個價錢 價錢也是假的 你不會是整條狐狸下去 小時候想不到 怎知道 真的可能是來自西伯利亞 那些歐洲貨 進來的 這個也是第一次聽 原來師傅也這樣拿了 要破財也要破破 先拍一拍數 其實如果你發貨 做了就算了 沒有啦 還要做嗎 免得麻煩 免得麻煩 這是你第一次人生 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情 是啊 我想大家又沒有太大機會 穿到這些衣服 有 有 即是貴 它不是很貴 你減了價錢幾千元 所以要留意 所以價錢吸引了 幸好你是發貨 你是師傅 如果不是 穿下去 那你就會生病 它就會生病 它就會生病 剛巧這隻狐狸是聖精 是不是這樣 看它可能是死狀 死得不憤氣 或者有點怨 帶了一些東西 帶了去 你自己背上身 那間店 也可能有些事件發生 那日路買 是不是 賣的時候它會在這裡 也可能 可能 為何會這麼便宜 是不是 你不問 你這間店 有沒有什麼事件發生 沒有理的了 是壽人 以後不會去那裡買 下次真的要看清楚 那個成份 有些什麼 這件事 輕輕處理了 也希望大家 在未來新年 就不要遇到這些 身體健康才會生病 好了 那不如馬上來了 教大家 在農曆新年內臨之前 那已經是年28 其實是指示的 已經是年29 不行 年29 那你會做些什麼 教大家可以怎樣做 現在我們 通常我自己做 就不會說 那一套做一套 我自己也是這樣做的 是 如果在年30 到年初一之前 我每年都是這樣 做了師父 開始這二十多年 每年我都會 因為我們是佛教徒 我由年30晚會做仲經 由指示 到日後的指示 即是年30晚 到年初一 即是一個小時 握著一個組子 和一個營子 這樣握著 那一晚 我們做到 差不多時間了 接著 我休息一會 因為我們習慣就是這樣的 從初一 我會 由5點至7點 這個時間 我們會向著 南邊 初一幾點 5點 5點 凌晨5點 凌晨5點 到7點 這個時間 快點 就變成 即是早上 如果你是佛教徒 你可以自己 塞住三支香 向南邊 拜四次 就這樣拜 心想著什麼 想著好事 這是一個 減孽和增雲的其中一個日子 南邊是因為今年 不是 每年都是 每年都是向這個位置拜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個 每個月都有一個方位 我先說新年 不要太複雜 因為每年都是拜這個方位 我們是 經教裏教我們 你會減四百個劫的業 增四百個劫的運 這樣很厲害 向著南邊 這麼簡單 你說簡單就行 你會不會等到五點 到七點 以前那些人都手碎 信不信 咦 我們今年一定做到 我們連三十萬 就打牌 這樣就對了 打到五點 向著南方 等於有些 譬如 其中一個宗教 都是向東 向西 拜真主 或者拜神 這樣 OK 很簡單 記住 五至七之內 有些人都可以 如果我 不連佛 即是向著那個方位 想想你的來年 我就要身體健康 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啊 嘗試一下 其中一件事 第二 一般 一般 就連三十萬 很多時候吃飯 很多人都會 買磨叻葉洗澡 是啊 我們就不是用磨叻葉洗澡 咦 你要什麼 我們就買黃豆 煲水洗澡 黃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本身 佛教 就不會用磨叻葉的 因為磨叻葉是民間的東西 這是佛教經教裏 其中說的一件事 因為以前那些僧人 都不是經常洗澡 因為這個黃豆 其實就是很潔淨的 你試過一次洗黃豆涼 你就知道 整室是滑 好像蕃茄一樣 是嗎 很滑的 即是用黃豆搓 搓的 搓完之後 一大包黃豆 自己搓 因為以前是沒有蕃茄的 那些人用黃豆去洗澡 就是潔淨身體 原來他們也是這樣洗澡 對 為什麼一定是黃豆 有沒有原因 這是佛教下來 是要這樣做的 我可能不明白的意思 我們跟回經教組 我只是想著 我們用黃豆 你來年生意 或者賺錢 好像撿豆那樣撿 這樣就行了 你想好的事情就行了 撿豆不撿 這個OK 你每年都這樣做 我每年都是這樣的 所以師傅就真的撿豆這麼撿 也不是的 這是神父戰 嘩 他剛才告訴我 知道那些東西 別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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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差點霸了你的東西 好了 黃豆洗澡 有沒有時間 這個就沒有時間 這個就是 年三十晚吃完飯就去洗澡 年三十晚洗完糧 就過年初一 即是人家就拿一碟葉 那你說年二十八充就可以 年二十八充就可以 年二十八充就可以 那你說用碟葉蓄又可以 那你就會隨便 如果你問我 我教的徒弟 都是用這個方法 即是先煲了 先煲了 先煲了 然後就把它沖 好 食物下土可以嗎 都可以 其實是豆漿 對 黃豆豆漿 好了 又很簡單 簡單 然後呢 然後呢 如果你說 我們 如果去求財 我們通常都是 除了風水夜 風水夜的時間 例如什麼吉時 出門 那些 或者是幾時開張 那些 大多數大家都是那個時間 基本上 即是你接下來 例如 開工 初四 初七 初八 基本上 都是 那個時間 即是那個日 即是今年也是 即是今年也是 上年可能不是 今年就是 初四 初四 初七 初八 例如初一出門 那些 吉時 就 九點至三點 上午九點至三點 上午九點至三點 即是 那些時間 即是 如果你說 即是 有時去玩一下 例如 我們初一 是 什麼位 是 這個 財位 怎樣走出去呢 初一呢 其實呢 財星在哪裏 在哪裏 那裏 如果 如果 你很幸運的 比如你家裡 門向西邊的 那裏 在吉時 那裏 走出去 如果不是 你走到外面 便便向西邊 那裏 便衝起 哦 那裏 今年就是西面 是嗎 其實今年的財星 就是在西面 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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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不是東北嗎 我聽說 東北就是第二個星 第二個星 喜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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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年是 要在西面 著手 是的 一般 如果外面 多數都是 叫你 擺東西 其實 我們的理論就是 財位 或者好的位 應該是找個人 坐下去 哦 你吸財氣 你不是叫花去吸財氣 是 你要吸收到 它的能量 你不是擺一棵花 但是擺一棵花是叫它幫忙 是嗎 借助它的力量 是嗎 不是 你為何不找個人 直接去這個位置 是嗎 即是你現在煲一煲藥 你為何不直接吃下去 是嗎 要驚幾重 是嗎 而 而一件事就是 原理就是 你去擺了一個植物 或者擺了一種生物 在這裏 它是很興旺 那根本你就不會很興旺 即是興旺了它 對 是興旺了那個植物 所以那棵花會不會養 對 哇 花得很漂亮 你每年都擺一棵花 你看看你自己有多發 你就知道了 哦 即是說 我擺了 我也要坐它旁邊 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有這麼大的位置 如果你知道這個原理玩法 基本上我就不會擺一棵花 根本沒有用 根本沒有用 你現在在說一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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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你會要找一間旺屋 你說要床頭 要放在一個旺位 你不要放一棵花 在一個旺位 就行 不用放床頭 在那裏 原理大家要先解釋清楚 這件事 也對 我們可能說 就有麻煩了 但我不可以長期二十四小時 都坐在一個旺位 基本上 一般風水的角度 你把好的位置 編排 或者我們去查一個風水 哪些好位 你儘量都是 先一個人得到 而榴槤或者風水 風水位去追 其實我們是每個月去追 不是那麼簡單 只是打工那麼打 如果你說 我們要開個好頭 現在講新年 做年初一二 年初三晚 你都說不行 年初六十五天 譬如你知道 西偉今年是好的 其實 我們立春已經要去招財 譬如我門口是西的 我們用什麼呢 我們會用燈去招財 好 給大家看看 師傅已經準備了一張照片 就是你自己家裡用的 對 我自己家用的 這個是那些 很簡單去買的 在淘寶 什麼什麼公司那裡 其實我們真的會用火 彈彈 會怎樣 那你在那個時間 譬如我做之前 就是在立春前做的 即是立春的 夜晚黑 翌日立春 我們會去招財 我自己會寫一些東西 在這裡 我自己用 用電咒的方式 如果不是每個人是 不懂的 那你會用自己去想 或者去講 去描激你 你想來年去做什麼 嗯 那門口 譬如我們會掛一袋錢 那袋錢來的 錢來的 即是那些散銀 就是聚財 哦 但是這個門 是西門才這樣做 不 如果不是 你都可以做這個動作 去招財 哦 任何門都可以 如果這個西門就更加 儒虎添翼 即是儒虎添翼 本身 譬如你的財 你的門口風水是財門的 亦都是儒虎添翼 是的 那這個就是 一個招財 在一個 節氣 或者每一年的 一個手法 但是現在 已經過了 即是立春過了 過了不要緊 那你都剛剛年頭 我們一般人就講 年初一 那我們就年三十晚去做這個意識 哦 年三十晚就把錢放在門口 是的 然後燈呢 那燈呢 那燈就是年三十晚 直到初一 你就這個時間去做你想想的事情 去祈願 去招財 哦 我想現在我出年 我一億 那你就自己去發願 那燈燈燒多久 其實就過一個時間 譬如你11點多鐘 你都不會說兩句 你15分鐘 或者20分鐘 那你就 11點半個小時 由11點半燒到12點 那就OK了 剛剛過了 就去了一年 哦 即每一個人的門口都可以這樣做 可以這樣做 是 又有趣 這個 這也是 物宗的傳承 是一個傳承 是如何招財的 OK 好 以上三樣東西 大家很清晰 免費時段 給大家聽一下 這些 起碼大家都賺到錢 當然 尤其是現在的情況之下 希望大家都 多帶錢 說到物宗的宗教信仰 上次都說了 就是大黑 大天神 讓大家看看 這個法相 其實有很多法相 很多法相 這是動物的 一般是家庭式做供養的法相 供養和修打電神法 就是兩樣東西 供養就是一般人 例如去拜 去供奉他 或者你是做生意去供養 供奉他 令到你生意興奉 或者是賺到錢的 你修行 就是修他的法財 就是另外一樣東西 就不同 一般 例如你請的那些 都是一個相 好相 例如你做些法相 教你一個普通的供養方法 第二 真正的法相 就不是這個相 是另一個 真正的 例如我 這個法相 就是其中一個打天神 這個就是真正的打天神 真正的財神 這個當然要師傅的加持開光 不可以亂擺 這個是修行法來的 大多數都要灌頂 或者歸了依 是佛弟子 口傳怎樣去修這個法 但是真的很有幫助 在財上 事實 因為那次在節目講過 很多聽眾就來請 是嗎 其實我不是賣這些東西 我對於說 這些就是 做了很多 擺了十幾二十磚 就給到那些 有時的老闆 那些客人做生意 給他們請 那些熟客 那些客人 就被人請了 那些客人 我不是賣這些東西 那些客人 如果你想要 那些客人 我都要找到 一些合適的 法相 回來 才通知 去請 但是有什麼秘技呢 不是人人都會 拜西藏的生命 拜呢 其實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 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這個月費計劃 聲音就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至於說 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片集 買片集 都是可以的 就下載了 我們bigbigair的手機APP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集 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護員 你會看得最多最恐怖的個案